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再给您分享一期 Node.js的视频 不过在给您分享视频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我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 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Node.js Express.js 快速入门 快速的Web API开发框架 说有点像绕口令 今天我就带您咱们快速入门一下 可以快速的开发Web API的开发框架 Express.js 其实Express 它是在Node.js界 非常老牌的开发Web的框架之一 甚至说是最快速 最古老 最强大的Web开发框架 但是我把它定位是 咱们用它干什么 用它开发Web API的服务 而不是用它去做一个完整的网站 它能不能做完整的网站呢 当然可以 它是老牌的嘛 对吧 但是为什么我不推荐 大家使用Express.js 去做一个完整的网站呢 我个人认为啊 您如果想做一个完整的网站的话 比Express.js好的框架 多的是 您可以选用Luby Unreal 对吧 你可以选用这个Sprint 可以选用这个Jungle 等等都可以 而Express.js 我认为咱们用它来可以快速的开发Web API 这个呢 是它强大的地方 有多快速 这个呢 是我今天课见的主题 咱们呢 就一起来学习一下 看看它能不能够快速的开发Web API的网站 好不好 OK 那咱们马上开始哦 好 咱们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就一个 咱们呢 一起使用Express.js 快速开发网站的API服务 好不好 该怎么做 咱们马上开始啊 然后呢 同时今天的课件呢 我都会放在我的小马部落会员专区 好不好 请大家去下载吧 OK 先少续 首先咱们先看一下Express.js的官网 我呢 给大家访问一下 其实已经给您打开 您看就是这个网址 我呢 再给您敲一遍 大家看 就是这个网址啊 它最新版是5.0 但是是Alpha版 所以说呢 我这次课件还是给您基于4.x的进行讲解 这个地方有它一个这个Github库 咱们正好看一下 其实它是有中文文档的 但是中文文档的相对比较老 好不好 大家请看 我看在哪呢 这儿 它现在最新的稳定版是4.17.1 咱们呢 就基于这个版本 我给您讲解 咱们快速开发咱们自己的API服务 该怎么做呢 咱们就马上开始啊 您看我的课件应该就够了 好不好 咱们实战演习 马上开始 干什么 首先咱们做Express.js的项目的安装 是这样啊 今天的课程呢 我不会像以前的课程一样 3到5分钟只给您讲一个知识点 我希望我今天这条课程 能够包含所有的快速开发API的知识点 希望您能够快速掌握这个框架 好不好 OK 那咱们马上开始啊 课程呢 我尽量的不想控制太长 咱们马上开始 首先 大家请看 在本地咱们先建一个Vive工程 马上就建啊 我这开了一个终端 咱们先建目录 然后进入这个目录 没问题吧 现在是一个空目录 对吧 OK 干什么 咱们 诶 所有的Note.js都一样 一上来先初始化咱们的工程 对吧 初始化 初始完工程之后 清一下屏 然后大家请看 咱们用这个名领 开始安装Express 这个安装过程应该是非常快啊 Let's go 咱们试一试啊 先让它装着 装完它之后 大家请看 因为咱们想调试开发 对不对 所以说 咱们还需要再装一个Note.js 这个Note.js是干什么的 这个我N年前就用过 它呢 来检测您本地文件家下 文件有没有改变 如果有改变呢 它会自动重启WebServer 对不对 但是呢 它是一个开发时的库 不用于生产环境 所以说 大家请看 后面这地方 我给它写了一个 Save.tv 让它存在开发区 不用于生产环境 好不好 那咱们马上安装 哎呀 Note.js是N年前用过的了 清一下屏 走 安装完这两个库之后 应该说 咱们项目所有的依赖包 就算安装完成 然后呢 咱们来编辑一下 这个Package.json 好不好 通过Nano编辑式也可以 然后呢 我本季 其实开了一个VSCode 咱们通过我VSCode 就可以编辑 点击进入 怎么编辑 是这样 因为咱们用的是NPM 所以说咱们在脚本区 再加上一个咱们自己用的开发脚本 怎么加 您看我的课件 这个地方 加入一个NPM的DV命令 干什么 大家请看 我DV命令让它执行 Node.mon 然后空格App.js 让它永远监视的App.js 以及App.js所包含的其他包 如果发生变化 它就会自动重启Serv 好不好 这行非常的重要 咱们把它加上 加上之后 一会儿我给您运行 咱们先加过来 这加个逗号 OK 这行加完之后 干什么 咱们先编一个简单的 App.js的文件 编一个 咱们就在这编一个 新建一个文件 好不好 咱就简单的一个 空锁 log 没问题吧 Hello Express.js OK 然后咱们用Node.mon 运行 怎么运行 大家请看 npm run dev 这dev是什么 什么东西 这dev就是咱们定义的 这个脚本命令 好不好 我这个App.js是不是在 这个文件夹之外呢 OK 进来了 我刚才说的位置不太对 好 那咱们就运行一下 npm run dev 试一下 pm 咱们先ls看一下 是不是有文件 都有 OK 那咱们就npm run dev 一回撤 大家请看 已经起来 这打印出Hello 对吧 OK 当然现在咱们还没有使用Express包 所以说还不能提供什么Express服务 那么怎么做 马上开始 好 大家看我的课件 通过我的课件 能够让您快速掌握 咱们用力框架开发 WipeAPI 首先先声明一个 UseState 这是咱们严格定义代码的标准 我把这个清控一下 OK 这样看着 是这样 今天我给你演示的效果是 左边边代码 右边看效果 好不好 OK 咱们就这个目的 好 咱们第一行代码严谨 然后咱们inputExpress包 这没说的是吧 然后实力化一个ExpressAPP 这都没问题 这是所有的工程都要做的事 OK 然后干什么 然后咱们的代码 注意往下走 走到我代码的最下方 大家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干什么 我要启动一个服务 这个服务的端口号是本地的3000端口 然后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地方 这是个小技巧 我首先从系统环境变量中读端口变量 如果系统环境存在端口变量的话 我会让端口设成系统环境设置的变量 如果没有的话设置为3000 对吧 为什么要这么写 是因为咱们本地调试的时候 可以写3000 对吧 但是你要是真的在生产环境 您的端口未必是3000 比如说是80 比如说是8080 好不好 所以这地方可以动态灵活的设置 这是个小技巧 您要掌握 好 咱们拷贝掉这些代码 到咱们文件当中 这样的话 咱们相当于在本地3000 启动了一个服务 好不好 咱们看一看 因为咱们装了node蒙 所以说它自动重新启动 那么咱们访问一下 本地3000 对吧 这个端口 大家请看 这地方正在服务中 你回车 大家请看 正在服务中 拷贝URL到咱们的浏览器 是吧 咱们执行一下 大家请看 Cannot Guide 就说明什么 说明咱们服务启动成功 但是还没有任何的URL映射 对不对 OK 咱们马上做 如何做URL映射 非常的简单 简单到咱们一行命令就可以搞定 咱们从上网下执行 大家请看这 基础使用 首先咱们先设计一个默认的跟路径 怎么写 大家请看 APP对象 刚才在上面声明的 对吧 APP对象 get的方法 http方法有很多 get put post delete 等等 有很多 咱们在这地方使用get方法 然后路径指定为一个斜线跟路径 然后这个参数 这定义一个匿名参数 接收两个参数 一个是request 请求 一个是reference 给用户发出响应 对吧 OK 咱们把这个代码加上之后 咱们的应用程序就可以接收跟路径的响应 不信 不信咱们试试 好 好 我加上让您信 试一试 拷贝过来 一存盘 然后咱们在右边刷新 为什么马上就能生效 因为咱们后台起着nodalm的 对不对 好 刷新 大家看 出来了吧 Hello 完全的没有问题 而且大家请看 它支持html输出 大家请看 这样的话 咱们相当于就开发了一个web服务 就这么年段 几行代码 四行代码 而且我四行代码里面 我还加两行调试 是吧 OK 接下来 咱们慢慢慢慢的 咱们做点复杂的 然后接下来 大家请看 重定向 什么叫重定向路径 是这样 用户当输入一个串 这个串 咱们不想让用户访问这个串 所以说 把它重定向到哪去 大家请看 如果用户在我的6007中 输了一个斜线Blog 我没有Blog 但是我就会把它重定向到根目径 好不好 重定向到根路径 试一下 哎呀 拷贝到下面 这都是一套组合 好 咱们再访问一下 稍等 我的鼠标哪去了 哎呀 稍等 我这个 这个可能要换电池了 这个是我用是鼠标板 好 咱们翘 斜线Blog 一回车 大家请看 又回到这来了吧 您可能都没看明白 怎么就回去了 咱们再来一遍 斜线Blog 你看 它会自动重定向到根路径 当然了 我这如果瞎敲 敲一个根本就不存在的 对吧 一回车 你看 它报是没有找到这个路径 但是咱们敲Blog的话呢 它是找到了 但是呢 重定向到根路径 这个呢 叫做重定向 非常的常用 大家要记住 好不好 OK 再往下 再往下返回一个JSON格式 这个太重要了 咱们编API 咱们想编API服务 主要返回什么格式 主要返回JSON格式 对不对 咱们返回 通过RES.JSON这个方法 就可以返回JSON的数据 我给您返回的是Result 等于 OK 好不好 咱们试一试 快速的访问JSON URL映射呢 是斜线JSON 这个地方 对吧 好 试一试 哎呀 在右边斜线JSON 一回车 大家请看 是不是返回了JSON的格式 完全没有问题 有朋友说这个地方难道就不能写别的 只能写JSON吗 当然可以 比如说 我跟博给您举个例子 这写JSON01行不行 随便去写 那这个地方咱们再访问JSON就没有了 对吧 那么反问01 这URL是咱们自己定义的 您这怎么定义都可以 不是说咱们要访问JSON 咱们这URL只能写JSON 完全不是 可以随便定义 只要不冲突就行 好 接下来再往下 到现在您就几乎可以会 我能写点API了 对吧 OK 再往下 再往下 大家请看 我还可以返回一个HTTP的代码 比如说301 对吧 网站永久转移 对吧 301 比如说 用户当访问我SIDMAP的时候 我给用户做重定项 永久重定项转移到根 好不好 咱们试一试 拷贝一下 覆盖过来 这不用覆盖 直接粘到下面就可以 然后咱们在这个地方 敲SIDMAP一挥车 大家请看 它会重定项道根 然后咱们通过减证 跟东西 它的网络服务 咱们再刷新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 是不是 这个地方给的是一个304 304 304意思是说 没有发生变化 咱们先访问SIDMAP一挥车 SIDMAP过来了 大家请看 咱们给它们返回的 HTTP的code是301 永久移动 对吧 完全都没有问题 也就是说 咱们可以给用户返回 不仅是内容 不仅是JSON 还可以给它返回 HTTP的状态码 完全没有问题 OK 非常强大 好 接下来 接下来更常用了 404错误 对吧 咱们 有些国内朋友经常遇到 404错误 咱们通过这个方法 给用户返回个404 然后 大家请看 狠狠的用这个N的方法 中断用户的请求 比如说 他要访问这个Adalut 是吧 Adalut 成人 成内容是不想让他看到的 对吧 所以说 给他返回个404 咱们试一试 哎呀 这个内容是不能让您看见的 试一试 考虑到这个地方 存盘 然后运行 注意看 咱们还是把这个减证打开 然后 我这敲了 斜线 一回车 大家看 马上报了一个错误 是吧 这个错误 大家请看 这位置 http error 404 没问题吧 这是咱们国内朋友经常看到的内容 对吧 好 咱们再看一下 状态码 刷新 大家请看 这已经红了吧 404错误 这写404 未找到 对吧 是用什么 说明咱们成功的阻止了用户访问 他想看的内容 是这个意思吧 OK 好 那咱们继续往下走 越来越强大了 接下来是这样 接下来咱们再做点post的请求 咱们刚才做了这么多 其实都是get的请求 对不对 那么咱们再做点post 是这样 为什么做post get的请求 您的数据只能放在URL上 对吧 post的请求 您可以把它存在表单当中 对吧 那咱们就试一试post的请求 好不好 OK 马上试一下 首先咱们呢 如果想用post的请求的话 需要再安装一个htt的body解析包 好不好 您通过这个命令呢 进行安装 我现在马上给您安装一下 咱到Nodon from Ctrl C 中指 清个屏 然后安装下这个body解析包 这样的话呢 用户传过来的表单数据 马上就可以解析 咱们试一试啊 好 怎么做 大家请看 咱们首先在这边编点代码 把它引入到 稍等 稍等 咱们点来 post请求 首先 咱们先引入body path这个包 没问题吧 OK 接下来咱们使用app use中间键的方式 让它去给咱们解析form的内容 或者说body里面的form的内容 好不好 这个地方 以中间键的方式 怎么没放过来 重来 再来一次 这个键盘也不灵 刚才鼠标板不灵 现在键盘也不灵 OK 中间键的方式 让它解析包 中间键 什么叫中间键 一会儿我会讲到 课件下面会有 好 然后咱们使用use 让它去解析这个内容包 生成json格式 然后在这个地方 我定义一个login的路径 对吧 这个login的路径 是用post的方法 才可以接到 有意思说 咱们通过URL敲 它是接不到的 对吧 需要通过post的方法 它才能接到 大家请看 接到的逻辑是 在控制台输出 它所接到的 所有的body的内容 就是说 您的用户在输入表单的时候 传的什么内容 这个地方可以接收到 然后给用户返回一个OK 同时 把用户body的内容 输出到浏览器上 好不好 咱们试一试 我马上在这个地方 运行起来 npm run dev node moon 运行起来之后 本地访问 login 一回车 没找到 为什么 因为咱们是get的方式 是不行的 咱们应该用post的方式 怎么用 大家请看 我这给您准备了一个命令 CURL 这个可以模拟post的方式 向表单进行提交 咱们试一试 好不好 就用这个命令 然后 我再开另外一个终端 然后访问 大家请看 访问本机的3000端口的 login这个URL 然后我这个地方做了一个表单 稍等 我这个地方做了一个表单 是吧 这个表单里面有两个数据 一个是UID等于抠码 一个是password等于12345678 对吧 我把这个表单传到这个UR方式 同时以post方式传过去 好不好 咱们看结果 Go 大家请看 返回什么了 返回一个post result OK 同时body数据 都在原封不动的输出 对吧 又因为 咱们在代码中 大家请看 在代码中 这个地方 我还向控制台输出 不仅返回给用户 同时我还向服务器控制台输出 那么服务器控制台也应该有输出 咱们看一下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 确实又输出 说用什么 说不 咱们客户端成功的把数据传给了服务器端 服务器端接收到之后 又成功的返回给了客户端 没问题吧 整个过程 一气呵成 全部完成 对不对 其实是这样 您想测试表单这些内容 可以通过这个CUR这个命令 同时像咱们平时一般开发用的最多的是什么工具 postman 对不对 OK 那我给您访问一下postman 这地方 大家请看 我这本地开了一个postman 怎么访问 咱们在这地方建一个URL 然后这选上post方式提交 大庆这么多提交 对吧 咱们选post方式提交 然后咱们改一下body body里面 咱们加点数据 做成这个form方式 比如说这个form方式 比如说这地方再写 UID 然后直视消 然后pwd 然后这个是12345678910 好不好 这个方式咱们点击测试也是没有问题 大家请看返回的内容 post result ok 然后body内容都被返回回来 对吧 然后咱们看控制台 也是原封不动的输出了 刚才咱们postman传过来的内容 完全没有问题吧 ok post方式成功编写完成 好不好 ok 再往下 再往下是一些显示常用的数据 什么意思 像咱们使用的这个http 都有哪些个方法 然后http都有哪些个状态码 以及咱们服务极端 都能接收到用户的哪些个信息 好不好 咱们一点一点的看 这个是一个调试的方法 非常重要 我给您拷贝一下 让咱们看一看 咱们都能够接收到用户哪些个信息 然后上面这些个信息 咱都不要 咱们把代码删一删 好不好 就留一个根算了 好不好 ok 考过来 我先把上面屏蔽掉 咱们一点点看 首先咱们看 咱们先引用http这个包 然后它里面有一个默认的常量 显示http都有哪些个方法 咱们先看看 这个输出是个什么样子 咱们访问 通过get的方式 访问urinfo 就能够看到 试一下 info 大家请看 http给咱们提供了这么多个方法 比如说咱们常用的get 是吧 然后还有post 包括delete option patch 都有啊 put 没问题吧 这些个是http的方法 咱们在编程中可以去使用 但是咱们最常用的两个是哪两个 get和post 然后呢 是put delete 也相对比较常用 其他用的相对较少 ok 咱们再往下来 咱们看完了http方法 再给您看一下http的状态码 状态码比如说404 对吧 未找到 比如说500错误 对吧 比如说301 对不对 咱们看一下 实际输出内容 go 大家请看 http其实有这么多个状态码 有咱们知道的 还有咱们不知道的 都在这个地方呢 有所显示 咱们最知道的是404 对吧 不能访问到 是吧 没有找到 然后呢 就是403 拒绝错误 然后就是500 咱们编写代码出bug了 是吧 福气500出错 这咱们最常用的这几个 对不对 ok 然后其他的 咱们也可以再看一看 比如说 显示用户传过来的 浏览器的请求头 主机名 请求的URL 请求路径 请求IP 请求方法 请求协议 对吧 包括查询数据表单 咱们存盘看一下 这些都是咱们 实际开发中 调试所需要 用到的一些数据 大家请看 在这个地方呢 全部列出来 咱们可能呢 是要根据用户的数据呢 比如说咱们写日志 比如说咱们 不做安全检测 比如说咱们 做浏览器 做URL充定项 就是通过用户 传过来的这些个数据呢 来决定 比如说 咱们根据用户的 这个User Agent 这单是我自己 现在使用这个 Chrome的User Agent了 来判断用户 使用是哪个版本的浏览器 然后该做什么处理 对不对 都是在咱们程序中 可以控制 OK 基础信息的方法 也给您讲完了 接下来 咱们就该讲讲中间件了 这个是比较进阶的知识 什么叫中间件 是这样 用户访问咱们的网站 咱们通过一个函数 进行接收 比如说 get一个根路径 进行接收 对不对 但是咱们在接收之前 可能要做好多的处理 比如说 我想写一个 log 写个系统日志 对吧 不管用户访问哪个URL 我都想写个日志 当然了 咱们可以在函数里面 自身敲 console log 可以写 对吧 但是呢 非常的麻烦 你所有函数 你都要写 对不对 那么通过一个中间件的方式 在用户传入 到咱们服务器端 咱们插入一个中间件 让他干什么 只让他去写log 对不对 那么咱们编码都不用动 就能够完成 共同的处理 再比如说 咱们不刚写log 咱们还要做一些个认证信息 比如说 咱们网站分两部分 一部分是所有人员都能看的 一部分是只有登录用户才能看的 对吧 那么登录用户的这部分URL资源 就需要加上一个中间件进行认证 你是否已登录 对吧 这个都是通过中间件就可以完成 该怎么做 咱们试一试 好 那我先把显示数据这个地方 把它删掉 一开始 我这个express想做成一系列的课程 结果我一看 算了 咱们就做一期 把所有知识点都分享给大家好不好 OK 怎么做 大家请看 我在这个地方定义一个中间件 就是这么简单 大家请看 通过这个const 然后中间件名 然后request response next 这个方法就定义了一个中间件 其实说白中间件 看挺悬的 是吧 其实就是一个函数 这函数呢 接收用户的请求 还可以给用户返回 然后呢 在 为什么 这nest是什么意思 nest是说 这个中间件如果都处理完成之后 是不是把这个所有权或处理权交给下面的中间件 对吧 如果说不交 在这儿呢 停住 给用户报404 给用户报403 这都可以 但是呢 如果正常起落 我正常认证成功的话 会需要交给下面中间件去处理 对不对 这是中间件的含义 那么我这个debug 这个中间件 干了件什么事呢 大家请看 紧紧释放控制台去写了一个log 对吧 中间件 middle middleware 对吧 debug 然后呢 用户传过来的方法 以及用户传过来的URL 咱们把它写成日志 其实这地方 咱还可以加 比如说这个是谁 或者说是什么时候 然后操作哪URL 对吧 它传来的什么数据 咱们这地方呢 都可以去写日志 好不好 打完日志之后呢 通过那种方法 把所有权交给下一个中间件 OK 你要不写这行怎么办 系统会停住不动 这可是不行的 所以一定要写这个 说明我这个地方处理成功 把所有权交给下一个中间件 或者说你这地方直接写404 给用户返回一个冷冰冰的错误 对吧 OK 中间件加完该怎么用 非常简单 大家请看 就通过这个方法 邵总 我把这个备注也都考一下 让您看着清楚 这个是定义中间件 好吧 然后下面呢 是应用中间件 怎么应用 APPU字 然后呢 写上咱们这个中间件 这个函数的方法名 debug 对吧 这样呢 就可以应用到这个中间件 就是这么简单 好 咱们写到下面这些地方 好 存盘 现在就生效了 那咱们试一试 怎么试 首先咱们把服务器端 内容拿去看 现在服务器端 只有一个300 对吧 OK 那么当我在这地方 访问URL的时候 这info当时没有了 跟 访问的时候 咱们的访问的逻辑 没有任何的变化 输出还到是吧 都没有问题 但是咱们看服务器端 大家请看 在这地方呢 就给咱们输出了什么 给咱们输出了 访问的log日志 这log日志呢 是我刚刚输出的 对不对 OK 这个就是中间间的含义 咱们业务逻辑呢 还在编写 但是呢 它却在无声无息中 给咱们输出了 log日志 加上给咱们整个处理流程中 嵌入一段代码 做它自己的一段逻辑 就是这个功能啊 好不好 OK 这个大家都理解了 好 那咱们再往下 再往下 干什么 大家请看啊 咱们再加上一点认证信息 什么意思 大家请听好 就是说咱们在给用户提供服务的时候 一部分 URL是用户可以 所有用户都可以用的 一部分呢 这一部分的只有登录用户才可以用 那么咱们在这个地方 大家请看 我在这个地方做了一个信息 也就是说 当用户是口妈的时候 他才可以往下接着传递中间键的措权 否则的话呢 直接报这个403的错误 然后呢 我把这个中间键怎么做 大家请看 嵌到admin这个URL的后面去 也就是说 用户当访问一般的URL的时候 是没有问题的 对吧 那么当访问这个斜信admin的时候 他会先掉一个author这个中间键进行权限的判断 如果你传进来的这个UID是口妈的时候 他才会继续的处理 否则的话呢 报403 OK 我讲完了 咱们马上实验一下 看看行不行 如果不行 那就说明咱们中间键写的有问题 好 好的 那咱们试一下 首先在这个地方敲上admin一挥车 大家请看 被拒绝了 报的是403的错误吗 对不对 咱们看后台 其实是 大家请看 我呢 访问了admin 对吧 但是呢 因为我什么参数都没传 他认为我是非法用户 所以说呢 他走的是这个403的分支 那么当我传一个UID等于抠骂的时候 他应该走正常分支 对吧 正常分支 然后通过之后呢 会在流行器中显示管理缘取 对吧 那么怎么传抠骂的UID呢 我采用的是这个查询方式 是最简单的 URL传 那咱就传 当然这是有安全隐患的 对吧 您是编码中 不要这么编啊 UID等于抠骂 一挥车 大家请看 在这个地方呢 他认可了我的UID 然后呢 就把所有权的往下交 往下交交给谁了 交给真正的斜线admin的这个处理函数 那么就会在屏幕上打印出管理员区 对不对 那么我要传其他的呢 他当然就说还是403嘛 为什么你非法用户 你访问我们的私有资源 当然给你报403错误 对不对 拒绝你访问 OK 这是非常合理的处理方法 好的 今天说的有点多了 最后 今天最后呢 再给您讲一讲 这个COS COS跨域资源的共享 是这样 咱们呢 编写了自己的API的服务 对吧 但是呢 这个API服务的分两种 一种呢 是所有用户咱们都开放 都可以用 另外一种呢 只给咱们自己的网站的API用 那么怎么办 需要在咱们系统中增加一个COS的跨域资源共享包 来确定咱们的资源都给谁用 对吧 别的不能说别的网站也能通过Idax的方式访问到咱们API 这是不行的 咱们要给它剧掉 所以说呢 咱们再安装一个这个包试一试啊 好 那咱们开始啊 安装一个包 清一下 先Ctrl3停掉 然后清一下平 大家请看 这LOG日志都在后台哗哗哗的输出啊 没有问题吧 说明咱们LOG也是在生效啊 好 清平 然后咱们再安装一个中间键CORS 它也是中间键嘛 所有的功能 咱们都是中间键 其实所有的中间键 其实就是一个函数 对吧 一个Request 一个Rest 再加上一个Nice 好 咱们安装完之后 咱们在咱们程序中 引入这个CORS包 就在下面吧 稍等啊 我这加点备注 加入 CORS功能 OK 咱们引入这个包之后 咱们首先 首先咱们开放咱们的所有的API 怎么用 大家请看 用APP USE 加上CORS 然后什么参数都不传 这个方式呢 是说咱们API呢 全部公开 任何人都可以访问咱们的API 当然是通过阿贾克斯方式 好不好 OK 那咱们试一试啊 这个地方 我看看 这个地方 比如说咱们这 咱们呢 这个网站提供了一个search服务 对吧 这个search服务呢 咱们是说 对所有人都开放 所有的其他的网站 或者其他的网页 通过阿贾克斯方式呢 都能够访问到咱们的search服务 好不好 咱们试一试啊 哎呀 怎么看 我今天话说有点多了 实在抱歉 现在已经口干舌燥啊 毕竟不是职业讲师啊 好 试一试啊 我在URL中 咱们敲啊 咱们敲search 一挥撤 没问题吧 有朋友说 没什么区别嘛 对 咱们看一下返回的 给他们返回的 这个头啊 response头 咱们看看是什么效果 search 大家请看 我看在哪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 允许存取 允许访问的源 是所有的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所有的网站的阿贾克斯程序 都可以来访问 为什么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我给的是星 星代表什么 星代表 哎 全部开放 任何人都可以使用 对吧 OK 有朋友说了 不行 我的网站只有我自己的阿贾克斯API才能够使用 该怎么做 我给您做一做 咱们看看 把上面代码屏蔽掉 咱们用下面这个代码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干什么 这个地方是说 紧口妈API的这个网站 可以使用 咱们试一试 该怎么用 我把这个代码屏蔽掉 这是所有的API 全部开放 咱们肯定是不希望 希望咱们只是咱们自己的服务器可以访问到 大家请看 咱们在这个地方需要设一个CORS option的参数 指明什么 指明 大家请看 Origin是什么 就是说可以接受允许访问的URL是哪些 大家请看 我给的是 httsapi.com 只有这个网站过来的阿贾克斯 他才能够接受认可 并且处理掉 好 咱们就试一试 下面这个是一个老浏览器的一个成功代码200 需要明确指定 OK 那咱们试一试 然后咱们再刷新 大家注意看 现在是老版本 是Access,Counter,Aload,Origin 等于所有的 对吧 行吗 那么我再刷新一下后 大家再看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就变成了 只有我的网站过来的阿贾克斯 他才能够接受 你的API相对安全了 不能说绝对安全 相对安全了 OK 今天课程时间有点长 以上就是我给您分享的 Express 编写Web API的最基础的使用方法 我认为 您掌握了我这套课程 给您讲解的所有的知识点的话 您就能够快速的开发您自己的API 非常的方便 当您开发完之后 这个框架也能够快速的部署 如果再加上今后的Docker技术 您会发现 开发API 包括部署API 都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件事 甚至没有之一的容易 好不好 我今后会慢慢的给您讲解 包括如何用Docker部署它 好不好 咱们一点一点的学习吧 好 以上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所有的内容了 Express Node.js 快速入门 快速Web API的开发框架 希望对您的学习有所帮助 今天的课件呢 我都会放到我的小马部落 Discord会员专区 有兴趣朋友加入我的专区 下载代码吧 好 那这个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吧 拜拜